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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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再往下谈下一个topic 那我们接下来谈的是 min-turn 跟max-turn 的expansion 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啊 什么叫min-turn 什么叫max-turn 只有两个东西啊 那简单来讲说 为什么要谈min-turn 或max-turn 的expansion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有一个概念 ok 因为min-turn expansion 跟max-turn 的expansion 它是一个 表示一个function的standard form 那什么叫做standard form 什么叫做标准式啊 standard form 你可以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 我们可以有时候用这个字 它是个unique的表示法 或者有时候我们用canonical的 就是一个标准的表示是canonical 它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如果你这个function啊 f 跟另外一个function g 这两个方式如果是一样的 它方式上是一样的 它用成这些 意思是standard form 或是你说它是unique 或是canonical 它意思是说 你可以找到一种 表示说它们两个 在表示事实上 就会长得一样 如果你的f function 跟我的g function 明明是同一个方式 那它表示成canonical form 或表示成一个standard form的时候 它就应该长相要一样 那我们要介绍这个min-turn 跟max-standard expansion呢 它分别都是这种standard form 也就是我要请你证明 两个function是一样 你只要如果可以把它的min-turn expansion 个别表现出来 然后反正它长得一样 那其实这两个function 就equivalent了 OK 所以我问你 一般的booling function 它是不是一个standard form 或它是不是unique 或是canonical 是不是一般的booling function 是不是 就是我两个function 如果一样 那它的booling function 就会长得一样吗 当然不是啊 不然你没有什么 做化解 化解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找到一个更精简的 我本来长得这样子 可是我可以找到 一个更精简的表示法 那当然一般的booling function 不是 一般的equation不是 但是 我们要介绍 只要提这个概念 就是unique 或是canonical 你们到研究所有兴趣 还可以修一些课 它里面会介绍 其他种 可以唯一表示的 那如果这东西很重要 如果你可以 一个function 它有一个唯一的表示式 unique的意思就是唯一 很独特的 的一个表示式 那我要做equivalent checking 就很容易了 equivalent checking 就是要验证两个function 是不是 它是不是等价的 那我们就把它全部 把它表示成 这一个 这一个unique 或是canonical的form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看 比 它们的canonical form 不一样 那它们两个就不等价 可是一般的 邏輯凡数 是不能做这件事情的 因为 它一般是相等 可是它长相就是不一样 你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我们 上一个单元会提到说 你要去化解它 你要去证明 这个等号是不是成立 这件事情 有时要花一些功夫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standard的form 或是unique的form 那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容易一点 容易一点 OK 好 所以这个是在 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意义的时候 先顺带跟大家提一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这两种 expansion 它分别叫做min-term expansion 或叫max-term expansion 那我们前面提过 xyz或是abc 这些东西 我们称它叫variable 这个我们上次提过 这边再来跟大家整理一下 那我现在呢 如果有一个function f长这个样子 那它是几个变数 它几个variable 你就它牵涉到abc 所以它是variable 几个liter呢 你就去算 它有出现过几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次 所以它就有七个liter 它重复出现了呢 比如c'在这边出现 这边c'在这边出现 都可以 不明明就变成了 只剩一个literal 不是 它可以算两次 它可以算两次 好那 我们现在随便 把三个变数 然后它把它的 所有可能的 这八种组合把它列出来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开始介绍什么叫min-term 比如说这个是 000到111 这八种组合 第一种呢 我把 我把这个 a是0的时候 我就把它写成a' 写成它的literal a' 那b如果是0的时候 我写成b' 那c是0的时候 我写成c' 就这样 然后把它m在一起 那我们就说 这就是一个min-term 这是一个min-term 我们把它记录成一个小m 然后给它下标0 那0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它对应到 我们的那个 实径字这边是0 0 OK 那你看001的时候 它代表的是 a' b' 然后还有一个c 那它代表的是 就是001 001的话就是m1 min-term 小写的m 然后下标是1 那你最大的那个什么 m7 对不对 m7是不是就是这个 三个都是1 所以它是a bc 三个都是1 所以它是m7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min-term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 min-term其实就是 我们之前在 这里的时候 我要设计 这个f这个方式 我如果从1的角度来看 我实际上就是 把它min-term 怎么样 把它all在一起而已 这个是它的min-term 011 代表的min-term 是什么 a'b'c 对不对 是不是就这个 a'b'c OK 所以就是这个min-term 所以你要从1的角度 来实现我的函数的时候 我只要把 它的min-term 把它什么 all在一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前面 跟我们前面的一个连结 它就是一个min-term 好 那max-term 是什么 max-term 它在 第一个000的时候 它代表的max-term 是什么 你把它写成a 加上b 加上c 这时候呢 a跟刚刚的a-prong 也是刚好颠倒 在min-term的时候 你是0的时候 你用a-prong 你在max-term的时候 你用0的时候 你要写成是a 你就不能有compriment了 所以就会变成是 这个样子 a all b all上c 那我们要把它写成m 大m 然后也是一个下标 是0 下标是0 好 然后其他的以此类推 你就可以得到 总之就是你在看 max-term 跟min-term的时候 要用相反的角度再看 这个如果是 大m的 7的话 那7 你表示什么 7就是111 那它写出来的这个max-term 就是a' o上b' o上c' 它有一个对应的 现在是max-term 所以是1的时候 就需要compriment 0不用compriment 好 OK 所以这个就是min-term 跟max-term 好 你会有个怀疑 说 老师 为什么要把它取成 不一样的名字啊 虽然我知道一个是小m 一个是大m 为什么把它叫做min-term min-term的中文 我们把它翻成最小象 它叫做最小象 OK 因为它有个min-term的意思 然后max-term呢 我们把它翻成最大象 最大象 OK 那你要了解说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 就叫做min-term 那这样叫做max-term 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 因为它是定义 对于定义 你是不需要问为什么的 OK 定义就是定义 那另外一个解释是说 事实上你要看它的 这个 它所涵盖的东西有多大 比如说min-term 它是代表的一种组合 它其实是我们谈blue-edge-bar里面 最小的一个组合 就是说你现在这个A' and B' and C' 你才三个变数 三个变数里面 totally就八种组合而已 八种组合而已 那其中的一种 其实就是最小的那一个 OK 它就是最 最基本的单位这样 最基本的单元 不是单位 所以它叫做min-term 但max-term呢 是最大 你看 它有多大 它有A O上 B O上 C A O上 B O上 C A O上 B O上 C 在这个图里面 表示的是什么 在这个choose table里面 我刚说min-term 只代表这一项 对不对 可是像max-term 可以代表哪些 如果你是A O B O C 的话 A 在这里面 哪一个代表A 这边有八项 哪几项可以代表A 或是A代表哪几项 A代表 A为一的那 那四项 那四项 所以就是这四项 就是A 那B 就代表B为一的那四项 OK 那你有把它O在一起 O在一起 所以是 这一个在O上它 所以已经涵盖了下面这六项 你在把C呢 C也为一的时候 它又是这几项 你又再把它O起来 所以这样你已经把下面这七项 全部都O起来了 OK 这已经是个很大的 很大的 那你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大M的0 那是因为它是从0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Max 10 是从0的角度来看 所以你看它说最大 实际上涵盖的是下面这七种 那实际上它是写在哪里 写在这一个 写在这一个 OK 那表示我们上面谈的那个东西 就是Min 10 是看什么时候为1 Max 10 是看什么时候为0 什么时候为0 它在乎的是这个 OK 所以这是它的 它的 你去解释它为什么要取名成这个样子 这个原因是这样 好那你就看我们习惯用小M 表示Min Turn 大M 表示Max Turn OK 所以稍微把这个记一下 然后之后我们可能有机会 你会回来查这张表 如果你稍微忘掉 不过你很坚 但如果要你画这张表 你也画出来 因为你可以有 它有一个规则可循 你可以画出来 好 那从刚刚这张图里面呢 OK 我们观察到一件事情 事实上 你的Min Turn Ming Turn 的Compliment 等于某一个Max Turn Ming Turn 的Compliment 等于Max Turn 你有看到吗 在这里 你看 我把M0 你把它取Compliment Compliment 就做Demorgan 对不对 A' B' A' B' A' B' A' C' 这一个 这一项 它做Compliment 变什么 A或B或C 你看到呢 而且不是只有这个Case 像下面这个Case的话 它Compliment 变什么 A' O' B' O' C' OK 所以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Min Turn 跟Max Turn 之间有这样的特性 好 那我们现在看 如果我要 我现在有一个函数 那这个Function 就是 我们刚刚 谈的那一个 要不要带雨伞的那一个 那我如果要把它表示成 Min Turn 或Max Turn 的Expansion 要怎么做 首先我们看 如果它表示成 Min Turn Expansion 是不是就 大家看一下刚刚这一个 的结果 你现在是不是有 这五种Case 1 2 3 4 5 这五种组合 会让我的这个 要不要带雨伞 这件事情 成立 决定要带伞 就是发生这五种Case 其中的一种 然后呢 我就把它 描述出来的话 我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样子 这是原来的那一个Function 那把它写成 Min Turn 我们看的表示法的时候 这个是M3 为什么 因为 它代表就是0 1 1 这一个 这一项 就是0 1 1 OK 可以吗 所以它是3的意思吗 所以 这是M3 那这个呢 M4 M5 M6 M7 这后面 刚刚那个Choose Table裡面 最下面那五种 我们现在习惯都从0到7 如果是三个变数的话 八种可能就0到7 所以就是后面那五种 就把它写起来 那你也可以写得更精简一点 就写成这个样子 你原来F这个Function 有三个变数 有三个变数 然后你的Summation 你是这个 就是Summation 因为全部都O在一起 然后小M的3 4 5 6 7 那这样就表示 跟上面一样的意思 OK 所以我们的Mint Expansion 事实上讲的就是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你有一个Function 你告诉它这样子的时候 你写成这样子的时候 然后修过罗瑟的人都要知道 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懂吗 OK 那如果你前面 有牵涉到三个变数 A B C 大家也知道 最左边的这个就是 最高 最高位元那一个 所以你说3的话 你就知道0 1 1 表示A是0 B跟C都是1 OK 所以你写成这样子 人家就看懂 你要表达什么函数 可以吗 好的 这个Mint Expansion 因为它的特点就是说 如果你的函数 这个某一个像是1的话 你这个Function 就会是1了 就是你这个 这个Expansion 里面的每一Tern 每一个Tern 如果它有一个是1 那函数就会是1 OK 好 所以这个是Mint Expansion 那我们看另外一个 Max 10 Expansion 这也是我们刚刚 同样的那个函数 同样的一个Function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这个是不是我们刚刚 从这里来的 同样这个F这个Function 我现在F从这个来 从这三个地方把它end在一起 好 那这一项是谁 这一项就是大M0 就是Max 10 0 然后这是大M1 然后这是大M2 对吧 所以你刚刚同样这个Function 你的F是不是可以表示成 这三项把它end在一起 这三项把它end在一起 所以 就变成这三项 我把它end在一起 那结果会得到什么 我就写成M0 end上M1 end上M2 那我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样子 就是我写一个 就很像Pi的这个符号 大家知道 这个就是相乘的意思嘛 把这些东西全部相乘起来 那我先用大M 0 1 2 就把它end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了解 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 就说你如果Max 10是0的时候 你的Function就会是0 你的Function就会是0 好 那事实上你已经看到了 这两个Function代表是同一个Function吧 对吧 你刚刚这个F 你可以写成min 10 Expansion 那这个F呢 也可以写成Max 10 Expansion 事实上 你刚刚这两件事情是等价的 你把它描述成这个样子 OK 跟你把它描述成这样子 你用这样表示 就是你是用Min 10 Expansion 那用这样表示 表示你是用Max 10 Expansion 那这两个其实是等价的 是等价的 OK 那 接下来 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好 老师我好像常常 我在现在这样看的话 我好像都看到 Summation M 有没有 就是把Min 10把它怎么样 把它加起来 然后或者是把Max 10把它 乘起来 那还有没有可能 有其他种组合啊 其他种组合的意思是 我可不可以把 你现在把Min 10加起来 对不对 你说M0加M1 好 那这个就是我说Summation小M OK OK 是把它表现成这样 OK 那有没有这种东西啊 乘上M1 就说你这个地方 是用Summation 那你可不可以 把它写成 这是什么 就这样子 然后你的小M 然后后面01 有没有这种 所以你现在看到 以这个讲义上面 你看到的是 Summation小M 对不对 然后这个Pi是最大M 对不对 那我想问说 有没有这种啊 好 那如果发生这种 会怎样 来 书签 发生 小M把它乘在一起 会怎样 我拿两个不一样 不一样的小M 比如M0跟M1 乘在一起 会等于什么 0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M0跟M1 这两个乘在一起 这两个其中 我一定可以确定 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变数 分别是有B 另外一个没B的 同时出现在这两个 只要我的下比较长得不一样 只要我的下比较长得不一样 我是01 随便拿个35好了 你会发现 里面一定会有个变数 在一个地方是 比如说 它是没有complement的 但另外一个是有complement的 一定会 所以当 你写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为什么比较不会出现 这种情况 因为 因为它就很容易变成0 OK 也就是我可以这样说 你把两个Mi Mj 两个N 在一起 它其实就会等于0 假如你i不等于j的话 如果你的i不等于j的话 它就会是0 right 这合理吗 对不对 知道为什么吗 好 那一样 同样的问题是说 那你会不会有 这个summation大M 大M 我刚说我们都有出现 summation小M 那summation大M 会怎么样 summation的意思是加嘛 对不对 你一个大M M0加M1 会等于什么 一定会等于1 刚刚这个一定是0 那这个是1 一样的理由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一定会有一项 因为大M是什么 大M是这种缝啊 什么什么O上什么东西 对不对 这种缝 大M这边也是一样 这种缝 然后我可以make sure 这里面 我再把它O在一起了 我可以make sure 这里面有一个变数 比如叫A 那这边一定会有个A吧 那不一定是A 可能是B 但它已经存在某一个变数 一个是没有Component 而一个有Component 而这两个O在一起 一定E 懂吗 所以这东西就是要用到 我们前面谈的 那个Basic Theory 里面的东西 所以这边先提醒一下 所以你不会 会 不会有我们刚刚讲的 这两种形形常出现 原因是因为它比较 比较没有什么作用 它也可以 只是它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Summation 小M就有了 或是你把它 这个乘在一起的大M 这就有意义了 OK 懂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一个 刚刚讲的这件事情是说 我有这一个Function 可以表示成这样子 那是变成是用Mintang Expansion 来做 我也可以表示成这个样子 所以用Mintang Expansion 来做 那请问这两种要怎么互换 它等价 那它可会有互换 好 那我们这边Demo一个例子 告诉你怎么互换 好 所以你看 原来这个Function F5 就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们同样都用这个 要不要带雨伞的这个函数 我现在写成Mintang Expansion 所以你现在 要开始记起来了 什么叫Mintang Expansion 它意思是代表什么 当我写成这样子的时候 你老海中要有一个Choose Table 知道这个Function代表什么 那它是长这个样子的话 那它的F'等于什么 如果F长这个样子 这个叫F 那它的F'是什么 为什么等于这个 因为真值表 F跟F'刚刚有颠倒 对不对 所以F如果是34567 那你的F'不就是 应该是012吗 可以吗 这就是012 好 那这时候呢 我再做一件事情 我把 这个F'拿来 然后再做一次Compliment 再做一次Compliment 再做一次Compliment 所以会比较到什么 里面这一项 然后再变成Compliment 我刚刚这一个吗 这个012拿来 然后再做Compliment 那Compliment 结果你可不可以用Demogen 可以 因为Demogen 现用在什么状况 就是有M有O的时候 所以你看 这个如果做Demogen的时候 这个M就要变成O 可以吗 这个M就要 这个O的时候 这个O要变成M 这个O要变成M 那里面这个M0呢 它也要在Compliment 可是M0你也知道 它是什么 M0就是像 就这个 M0它是一个Product M1也是一个Product 小M 那大M 那就是用O的 是一个Thumb 那你知道 这是一个 M0是一个Product 那Product 它也是用Demogen 所以你知道 Compliment之后 会变成什么 我们前面刚刚讲了一个特性 小M的Prime 等于大M OK 小M的Comppliment 会变成大M 所以呢 你这个地方 小M0 就会变成什么 小M0的Prime 就会变成大M 所以这个地方 会变成这样子 那这样的写法 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吗 所以你是不是已经正出来了 同样一个Function 我可以表示成这个样子 也可以表示成 这个样子 可以吗 那这边怎么记啊 就是你现在可能 每次都要回想这个 就会有点慢 怎么记呢 因为 现在这个是F这个方弦 写成这样子 这个也是F方弦 所以你如果要由 MinTen 转成MaxTen的时候 你里面的那个 就要交换 就是你把前面这一个 搭成这个的时候 你里面这个要 互补啦 就是你有的要 变成没有 你没有的要变成有 那这时候 还是原来这个方弦 OK 你就是要把这个 换掉之后 里面也要把 看你原来的是哪些有的 哪些唯一的 那现在要变成 选那个0的那一个 那两个就会互换 OK 好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如果你的F'是从这里来 那我们看看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状况 这个F'是另外一个函数 在这里 那我现在如果你想做F' 那现在这个F' 现在是MinTen Expansion 那我把它变成MixTen 怎么做 我可以把 我可以把 我要得到F' 对不对 我可以把它 把它的F'拿来 做Comprement 它的F'在哪里 这个F'在这里 那它的F' 它是对什么prong 对F' F'在这里 34567 所以把34567 然后再做Comprement 结果会得到什么 M3的Comprement and M4 然后一样这样子 然后你再套用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MinTen的Comprement 就会等MxTen 变成这样子 然后最后会写成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 你看它跟它的关系是什么 就这个跟这个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 它代表的都是F'这个函数 代表的都是F'这个函数 然后呢 它是不是也是一样 这个本来是写成summation小m 对不对 然后0 1 2 这样子 那你现在变成什么 这个π 然后大m 然后34567 那它都代表同一个函数 叫做F' 可以吗 所以 你要知道 你要MinTen跟MaxPen expansion的话 就要把前面换掉 然后里面的变成互补 你把它记起来 你把它记起来 等一下就用得上 那如果你只看 如果你比较的对象是 如果你比较的对象是 如果你比较的对象是F跟F' 会怎么变化的话 你可以这样看 F'在这里 那最后F'在这里 看到了吗 它有什么差别 如果你问我 你给我F'是这个 那问我F'是什么 你只要换前面就好了 summationM变成大拍的F 大M这个 然后里面不用变 只要是complement的话 就只要换其中一种 如果你是两个是等价的 你要两边都换 前面也要换 括号里面也要换 那如果你是只有complement的话 是可以只换前面 后面不要换 或者 什么 或者这个 只换前面 这个是什么 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是不是只换前面 你变成complement F'变成F' 然后 summationM变成Pi大M 只换前面 后面不变 那你也可以变成这样子 summationM 然后这个是0 1 2 你可以这样看 如果我要做complement的话 我也可以前面不变 然后后面把它相反 不是相反 就是补 它没有的就把它补起来 这边少了012 就变成这一个 OK 所以等价的东西要两个都换 然后如果只是complement的话 就只换某一种 你可以换前面这一种 像这样子 你可以换前面 summationM变成大M 或是什么 你一样前面维持小M 但是你里面那个值改 OK 那这两种都可以 好 这边有一点点 开始接触到比较 感觉上比较理论一点点的东西 所以会有一些符号 大家要赶快把它记下来 那这边还有一个例子 来我们看 练习一下 我现在有两个 两个function 对不对 我把它想成有一个f好了 就是一个g function g function 那你现在已经知道 g function可以起来什么 maintain expansion就是 现在有四个变数 所以变多0到15 所以就是0010的话 就是2 这是3 然后这个是4 所以是m的2 3 4 然后还有其他把1的6 7 然后最好 这是10 对不对 11 然后14 就把它写在这里 那你可以马上 就把它写成maintain expansion 写成下面这个样子 OK 你可以马上写成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说 你只要前面 是maintain 你马上换成maintain 你看到里面的这个 这个index 那个数字 要把它 把它缺的 把它补起来 把它补起来 所以你很快就知道 这个结果了 那这个结果怎么得到的 这边再用 这个g 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 所以你可以 它告诉你说 你可以把g prime先得到 g prime等于什么 有1的部分 OK 就是这样 你刚刚缺项的就是0 1 对不对 01 然后它有什么 这个是5 然后这个是8 然后这个是9 你把它列出来 那再把它用个demorgan 就是 再complement一次 然后就变成 这边有个complement 然后这时候 你做demorgan 最后就得到这个结果 OK 这只是在一个例子 秀给你看而已 这样你已经可以知道 知道这个 这个结果 OK 所以有一个g 你要得到它 max turn 它本来是min turn 你把它变成它max turn 的expansion 是很OK的 很OK的 很轻易就可以做到 F等于这样 看得懂了 两个变数 四个像 然后它现在有三像 三个min turn 在这儿 所以你的 Apron等于什么 它是可以变我写成 summation 小m的 0 1 2 我如果它写Apron的话 我可不可以 只换前面 后面不变 可以吗 所以我可以变成什么 pi 大m 0 1 2 可以吗 这也知道吗 确定吗 有些还不知道吧 就是你现在这个 小m 如果它compron的话 就会变成 这个 你看 上面这个是小m 它的compron在这里 它这个 你只要后面不变 然后换成大m OK 可以喔 那我要问你的问题是 这个 这个是f 然后这个是f' 然后这个是f' 那f' 写成这样子 那我要问你 这个呢 f的duo 第一大家知道了吗 duo OK 我们前面讲过对o 这个概念 对o 对o 就是 变数不要换face 不要换他的那个 positive negative face 不要换 但no 换掉就好了 no 换掉就好了 所以 会等于上什么 我们先从这一点看 如果它要变成duo的话 会得到什么 好 我先这样好 mi的compron等于这个 这可以吗 照这个东西喔 刚刚讲的 好 那我叫mi的duo等于什么 你需要一张图来补助你 对不对 mi的duo等于什么 每个mi它的duo就会变成 这个的duo会变成 这个的duo会变成 小m0duo变成大m0吗 不是 那是complement 它的duo会变成什么 大m7喔 那一样 2呢 m1呢 m1会变成大m6 然后一起类推 所以你到下面这边来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mi的duo就会等于 大m的什么 你的index要怎么换 你看 2的 n次方 减1 减i good ok 可以吗 mi的duo就会变成这样子 单一个duo 单一个min term的duo 那我现在是整个function 整个function 对不对 所以 我如果duo的话 不就也是 因为 你这个地方要换掉 因为duo就要换operator 所以你什么东西 n在一起 对不对 好 把all换成n all换成n 可以 你这边每一个都是你的duo ok 好 那这时候你的duo 就会写成什么 就刚刚那个讲 0的话 它的duo就会变成 大m的 现在只有两个变数 两个变数 OK 现在只有两个变数 我们现在只用简单一点的例子 看 所以m0就会得到 m3 对不对 然后在and上 m1就会变成 2 然后m2duo 变成m1 所以你可以把它写成是 pi的大m 然后后面这个 对不起 你就要写成什么 它一个是 你要满足这个关系 要满足这个关系 所以本来是 0的就要变成是 3 2 1就要变成是 2 就是用那个3去减 3去减 所以它会跟它有点不一样 跟你的那个compring 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这要怎么写 啊 1 2 反正你就是把它写成 以这个例子来看 就变成是 3 2 1 OK 321 对不对 你0的就会变成是 sorry 你这边有 0的变成3 1变2 2变1 就变321 OK 好 知道吗 所以duo这个东西 我们前面学过 这边也可以用得上 好 所以H老师考试就是问你说 我给你写一些 min term 或者extend expansion 问你说 原先这两个函数 是什么关系 它有时候是compringment 有时候是duo 那你要能够判断 这两个关系是什么 好 Alright